其實有一個距離感 一直在產生 有一次回來 就感受那個距離感 特別地強烈 對 就覺得說 他是不是刻意 跟妳很冷淡 維持距離 好像不認識 然後我就 我會覺得說 很奇怪 他說的是劉宇柔喔 劉宇柔 對 但是好像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沒有 get到他的點 是在康熙結束的那段時間 追求這個女生 那段時間完了之後 我發現我比較 找不到 怎麼講 找不到愛情 就是有一種 絕望感 為什麼 因為上一個就是劉宇柔 那個 我都忘了耶 你現在講這個名字 還會怕 他嚇一下 你是很害怕的感覺 會嚇一下 你是說 你是說剛離婚的劉宇柔嗎 對 我還想說 我們可以聊這件事情嗎 結果 自己來 請說 可以嗎 可是OK啦 你看看人家多真 好大方 他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你都很 對 坦當 對 所以劉宇柔那段結束之後 是不開心的結束嗎 那個關係結束 我感覺有一點 突然 就是我沒有有心理準備 這個關係會結束 為什麼 我常常會跑 比如說大陸啊 有一些工作啊 所以我常常 對方其實沒有陪伴 但是我就是發簡訊 但是可能我發簡訊的方式 不夠勤勞 或是可能視訊不夠勤勞這樣子 但是 對方沒有回應說 他希望我可以給他 多一點注意 所以我覺得OK了 你以為沒事 對 但是其實他 其實心裡很難過 對 所以其實有一個 距離感一直在產生 有一次回來 就感受那個距離感 特別的強烈 對 就覺得說 他是不是刻意 跟你很冷淡 對 維持距離 好像不認識 然後我就 我會覺得說很奇怪 他說的是劉宇柔喔 劉宇柔 對 但是好像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沒有 得到他的點 對 所以我們就 和平分手嘛 他有好好跟你談是不是 有 我們就 就是談出來 就說好像這個階段 你比較有其他想法 幹嘛... 你可以去大陸拍你的戲 然後我在台灣 可以去做我的事啊 凡姐 謝謝你 我現在還真的覺得 我是一個主持人 才喔 我才覺得我聽到一個 真心的故事